皮诺县政府劳动纪青年发展处 办理第三届劳动大学成果展 挑选出无人机操作证照班 月扫人员培训班 手工造体验班 原液治疗应用班 陶艺生活进阶班 美容秉级证照班 美法秉级证照班 劳动法令应用班 电脑应用等课程展示成果 并让参观民众有机会体验课程内容 劳动大学已经开办第三届了 那累积这三届 我们总共学院数有超过2000人 那所有的学习课程数 也超过3500个小时 那在课程的规划上 我们有从产业的应用 从生活的应用 那像今年我们就总共开办了24门课 那我们提供很多我们在职的 在职的劳工朋友 还有我们在退休 即将在转入他的第二个阶段的职场的朋友 他专场的培养 平农县劳动大学结合青年返乡政策 并与推动青年创业结合 为别旧有框架 以证照取向及培养就业及创业人才 开办所需课程 学员来自各行各业 成果展出了展现各种课程的成果 也颁奖给这届的学习楷模 并邀请学员分享学习经验 评科大时尚设计系退休副教授柯雪晴 因继承加业跳脱所学 为了职业安全报名天车与堆高级证照班 并顺利在一年内考取两张证照 未来想继续考取山猫等重机具证照 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 因为我是刘日的博士 我也经过日本人一些的参考 然后一些的分析 发觉高纶劳动的时代 已经开始了 我们家也有工厂 常常因为缺工 我又不懂 所以我就觉得说 依照日本人他们认为 劳动等于长寿的概念 因为我们长期都是教育 就是养针处优习惯了 所以就是选择了天车跟最高级 然后现在每天都从事 这个工作我真的有在做 参加月扫人员培训班的学员高嘉惠 由于曾有一段婆婆为自己 规划一套优质的坐月子经验 而萌生对月扫课程有兴趣的小种苗 她希望有一天透过自己的力量 让全天下的新手妈妈 成为优雅的贵妇 县福表示第三届劳动大学 共开办24门丰富实用课程 课程时数共882个小时 超过775人次报名 共420位学员参与课程 协助劳工朋友提升职场竞争力 与发展多元职能 未来劳动大学将继续 透过多元的课程 与地界学员的传承 培养更多在地人才 为职场注入新能量 记者张如云唐新贵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